就是我們幾乎每天都在PO臉書或者PO那個Instagram這一些 那對於我來說那個拍照功能跟就是轉發的功能這些都還蠻重要的 對 那像是三星的手機的話你有沒有買一些 就我覺得它那個滑鼠筆蠻好用的 因為像我們舊式的話我們選照片 有時候我們要傳給朋友比如說十張照片好了 那你都要一張一張傳 那現在你可以直接選十張之後直接發出去 那就很方便 那像你剛剛就是那些什麼訓練肌肉 因為其實很多人就是滑手機滑到都有雙下巴 對對對 坐在椅子上蠻懶的就是越來越肉都鬆動 對對對 那可不可以講就是說你研發這個肌肉 像雙下巴其實也蠻多人困擾 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 對 像那個雙下巴的話其實就要把頭抬起來啊 可是剛剛我們設定的運動還是說 一邊在滑手機的時候一邊可以做的運動 那如果說你要改善雙下巴這個 其實主要還是體脂肪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要靠一些心肺運動 那如果心肺運動要坐在椅子上做其實比較難 所以剛才我設計的都是我們說抗主力訓練 就是讓肌肉可以緊實的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示範 如果是雙下巴的話就是可以把脖子繞一繞 就是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那這個也會有幫助 對於放鬆肌肉有幫助 對 我們談一下會不會跟你朋友玩自拍 自拍大家都會玩吧 那請想怎麼樣跟你朋友聯繫感情可以談一下 就是不管去哪裡我們其實都會有拍照片 然後互發照片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蠻現代一般人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般就是比如說吃到一個東西很好吃 就會很想要拍下來傳給朋友這樣子 那現在事業不錯啊 有沒有增加了什麼工作量還是代言之類的 對因為等一下我們其實就要趕飛機要飛到上海去了 因為前一陣子有颱風 所以就這一陣子工作全部集中在這幾天 所以還蠻趕的 那現在有賺一點錢有沒有想說要怎麼運用 還沒有賺到錢 就是還是想說怎麼樣去想要帶家人去旅行 那我們現在計劃就是明年 農曆新年的時候可能會去澳洲 全家一起去澳洲旅行